自从令和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假面骑士的新剧院后 相信大家也都能察觉到女骑士在假面骑士系列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放眼过去新十年和旧十年我粗略估计了一下 所有登场的女骑士加起来一共有31位 这还是把亚述W和小孩子的电王舞台剧里的那些限定形态都给算进去 那令和短短四年又出现了多少位女骑士 从令和第一位女骑士任劫开始 在01剧场版中登场的白丝萝莉变身的假面骑士亚巴顿 一次版的假面骑士02 外貌是女性 实际设定是无性别的王剑 到了胜任里有凌花变身的燕剑 索菲亚版的王剑 前任封建的使用者静天迷 外传里闲着恋人丽花结菜变身的 京义赛人丽维斯里的小鹰和阿吉利拉 还有一些诞生于令和的平成女骑士 胜任联动外传中花音变身的魂旗 凯武外传的女反派 欧兹50周年外传里出现的比奈德的欧兹 殿章版的蛋旗 如果再加上吉虎里的新骑士这么一算的话 令和短短四年已经赶上了一半 这要是再来个令和二十年 以后盘女骑士 哪怕是可以从年头盘到年尾 我一整年都不缺素材了 令和四部剧有三部的女主角能变身为骑士 我有理由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的女主成为骑士 这俨然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了 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有利的是女主角成为了骑士 在剧情中的地位水涨船高 以往花瓶的印象可以说是不复存在 像是剧场版的伊姿 连夭夭欲追的灵异都能挽回一波风平 有必的是出现了像小鹰阿基里拉这种 极度影响观感的角色 这俩人甚至把男主给边缘化了 简直前所未有 去到这俩人或许 不是或许 是肯定能够让利维斯变得更好 其实骑士系列最容易被边缘化的主要角色 一直都是女主角 没有成为骑士的女主角 即使在前期设定拉满吹的各种天花乱坠 也免不了被边缘化 就像Build的女主美空 拥有火星王妃的力量 净化满屏的特殊能力 设定上接近剧情核心的角色 后期还不是成了给一种送装备的工具人 还有被完全遗忘的女主假面 其实剑的女主广赖干 我甚至百度搜索剑的女主角 出来的是相传使 谁才是剑的正统女主角 不用我多说了吧 所以说让女主成为骑士 真的能加深除了外貌以外的其他印象 希望以后讨论女主 不是她长得有多顶 而在剧情中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 另一个原因 其实在女骑士频频出现之前 民间对多来点女骑士的呼声就已经很高了 就像石王刚公布骑士形象的时候 因为那个硕大的胸甲 欧美那边就有人猜测 石王是女性变的 还专门有人去问白苍 欧美就不用多说了吧 女权已经盛行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 影视政治游戏 各方各面都受到了影响 但她手伸的在场也惑惑不到日本 白苍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表示未来绝不可能出现 以女性为主的假面骑士 然后就有了利维斯 开个玩笑 利维斯还是男性为主 只是跑偏了 同时白苍也表示 官方一直在着力 解决女性在骑士系列中 戏份和地位不高 边缘化严重的问题 然后就在令和做出了新的尝试 从女二任姐花灵 到女一小英迷音 东应开始把骑士的身份 加到了女性角色上 而且从女二到女一 角色地位越来越高 这当然很成功 在剧情中的占比越来越大 女性再也不是花瓶角色 而且更多的老婆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就比如说我做个小测试 就比如说我做个小测试 好 现在告诉我 大尔一共拍坏了几台电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近年来 假面骑士的数量越来越多 从令和开始 01中一共登场了20位骑士 不同的腰带就有15条 圣人里有14位骑士 因为01里那15条腰带 让财团必吃到甜头 就有了圣人里的剑形变身器 虽然腰带只有5条了 钱是一分没少证 李维斯带如果把一回维斯算作一个骑士的话 那就有15位骑士 而几乎一登场就是8个骑士 后续之家新骑士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项 所以说 基数上来了 没有几个女骑士反而奇怪 只是像李维斯这样喧宾夺主的女主 还是不要再有了 2021年01的玩具销量是46亿日元 同年奥特曼9亿日元 超级战队13亿元 而到了李维斯 销量已经降到了32亿日元 奥特曼上升到了22亿 超级战队没有变化 销量下降了四分之一 虽然玩具不好玩是一个方面 但也能看出 李维斯的剧情拉跨到什么地步了 几乎玩具宣传 把十个形态甩你脸上 就差告诉你 我们可玩性爆表了 可以看出官方有多急了 希望几乎能够扭转 骑士近年来的差评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多多 大家了解更多假面骑士小知识